今天的15分鐘居家DIY 由我們節目的特約模特兒 熊小妹為大家示範今年秋冬最引人入勝的毛毛髮圈 你看整個人是不是非常的吸引目光呢 這個毛毛髮圈其實也可以自己動手做喔 做法非常的簡單 而且用你家裡那種舊舊啊 稠稠或是不要的髮圈 像我手上這個 可能你買的時候覺得好像非常的不起眼 稍微改造一下 事實上就可以做成很不錯的可愛髮圈了 怎麼做呢 趕快要來請教我們的手作達人 歡迎馬妹舞老師 老師歡迎 嗨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 這一個髮圈可以變身成熊小妹頭上的這個超可愛髮圈 聽說你之前帶這個出去還被大家講說 太引人注目了吧 對 就是有點太誇張了 但是就是顏色啊 或者是說在花色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挑選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你怎麼樣做出 它顏色上面是很春天 可是這個料子 就是說非常適合冬天 對 對 因為我們使用的是有毛料的那個布 那我們今天我帶來一塊是比較那個短毛的 對 101中狗紋 對 對 對 那我們要怎麼去就是開始做這個東西 首先我們就是要量出你的那個髮圈的長度 對的長度 那我剛才量了一下我們的髮圈的長度是那個36 36公分 那我加1公分縫份 所以是37 好 所以你的髮箍多長呢 你就大概多加1公分到2公分是留作縫份的 對 然後它的寬度的話 寬度因為髮箍的話它其實有 內外區 對 窄到寬 所以我們來量最寬的那個 所以它最寬是2.5 然後我再加那個1公分 所以是我減6公分 2.5 老師為什麼說加1公分 2.5你要算因為你要包起來 對 所以2.5其實你要算2倍5公分 是等一下上下都要包起來 然後再加1公分的縫份 所以是6公分 所以我就剪出了1條這個就是長條的那個 好 老師要幫我們示範一下像這種毛毛布 不管是這種短毛的或是長毛的這種 其實它在剪的時候是有技巧的 對 因為如果你直接下刀剪的話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就它的毛會整個就是落差有沒有 對 像這種毛的布就很忌諱就是 我們這樣子馬上就是把它這樣下刀剪 因為你看這樣下刀剪以後 它其實整個毛都是掉的 對啊 因為你在下刀的時候連毛都會一起剪 那應該要怎麼剪呢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要剪表面 就是你要從後面很小心很小心一點一點的 因為這種是人造的皮毛 所以它其實是所有的毛都是編織在這個網子上面 對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子剪很麻煩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們拿出小刀 然後用割的 它這樣輕輕一畫它其實就開了 了解 那它的毛其實你也因為這個就不會剪到它的毛 毛的部分 對 它還是一樣是長毛 對 那像你看這一邊我剪的時候 這邊的毛都不見了 都掉了 對 因為我一刀就是把它剪掉了 好 所以在用這種毛毛的布的話 我們一定要剪它的表面 對 要小心的剪 了解 這個是小Pepo大家要學起來了 對 不要說買了一塊很可愛的毛毛布料 結果最後剪到毛都掉光了 只是下一張表皮 那就很糟糕 好 那老師已經幫我們剪好一塊了 就是符合我們今天這個 舊款髮圈的長寬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包裹上去呢 對 然後我們就是一樣都是用平真縫 那我們平真縫就是把它 先縫兩側的部分 就是我是直接就是從這邊開始縫 縫到底 直接先縫到底了 對 然後我們就留一個反口就可以了 了解 那我們就現在就用平真縫就可以了 那記得縫的時候要把毛全部都塞進來 那因為我這是短毛 就比如說我現在要縫這一個 長毛的話 那我在縫的時候 這毛不是都溢出來嗎 對 我們一定要把毛全部都塞進去縫 對 不要讓它跑出來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翻過來的時候毛才是立的 才會漂亮 才會漂亮 原來其實像這樣子的毛毛布 它在剪髮上面跟縫髮上面都要特別注意 對 難怪之前我真的是有就是用過這種毛毛布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沒有想要縫它 或是想要做什麼作品 就只是忘記好像什麼樣的需求 要黏在一個地方 就一刀這樣剪下去 然後毛就滿天肥了 對 就會 毛也會被你剪短 對 就不漂亮了 好 然後用平真縫的部分呢 把這整個就是毛邊收進去 記得老師提醒的你的毛 要把它塞在你的縫針當中 這樣等一下翻過來的時候才會漂亮 對 其實同樣的做法 我們今天當然是因為 比較符合秋冬的感覺 所以老師挑了像這樣子 比較具有絨毛感的布料 對 當然如果說你到了夏天 其實我覺得馬曼老師教大家這個很實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髮圈固定 你的髮枯固定就是這樣一個形狀 那有時候我們到了冬天 要買冬天的髮枯 夏天要買夏天的髮枯 可是你把今天這個髮枯改造的方法 學起來之後 到了夏天你又可以換一個布料 換一個花色重新再做 然後秋天的時候 你也可以買秋天顏色的布料 再重新做 等於幫髮枯做衣服 對 而且這樣子 你用小小的布就可以做了 所以老師其實我們就是幫髮枯做衣服 做改造不見得說一定要用這個 這個毛布料 任何的布料都可以嗎 對 都可以 而且我現在用的這個髮枯器很便宜 就是現在不是有很多那種 10元商店嗎 對 然後去10元商店買就可以 或者是那種39元商店 有 我剛剛真看到就是這裡面 有一個特價 特價39塊這樣子 然後有的10元商店真的買得到 10塊或15塊的髮枯都有 反正夜市也很多 那39塊加 這樣子一塊布料其實應該不到 對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零碼布 就是我平常在做東西的話 剩下來就是小小的一塊 對 因為我們用到的其實也不會很大 就是差不多36乘以6公分而已 好 縫好之後我們就把它翻面對不對 對 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因為我們有留一個空 對 翻面的時候大家就是 可以用鉛筆或是筷子 就是比較長一點的 比較細長的柱狀 對 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就會變一條 一長條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髮枯把它塞進去 幫它穿衣服 對 好 塞進去以後 收編就可以 對 我們就把這個邊邊 把它沿著這個旁邊 對 然後這再把它 把它包進去 然後我們就用長針縫 這個底部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收到剛剛好嗎 對 因為我們尺寸 對 量得剛剛好 好 然後把這個尾巴的地方 塞進去再做長針縫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對 就已經OK了 它就穿了衣服了 不過其實你這樣子 就已經完成一個髮圈了 同樣你可以用這個 譬如說花布的部分 來幫髮枯換衣服 但是不要忘了 今天我們的小熊模特兒 他的髮枯其實還有一個 非常可愛的地方 就是它上面有這個小球球 這個小球球 等一下瑪麥老師也要教我們做 然後也是用這個毛茸茸的布 就可以做成小球球了 而且大家如果仔細看 瑪麥老師今天身上戴的項鍊 這條項鍊其實上面 有一個小絨球的部分 這個小絨球也是老師